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丈夫比爾克林頓 星期二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將會支持希拉里克林頓競選的演講者當中的第一名發言的嘉賓 在星期一的民主黨大會開幕儀式上 民主黨內的知名人士強烈呼籲選民投票支持希拉里克林頓 比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提到白宮在為兒童樹立榜樣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他說我們的言行非常重要 他又認為希拉里克林頓是唯一有資格成為下屆美國總統的人 米歇爾奧巴馬在民主黨代表大會上說 他希望一名有過公職經驗的人擔任總統 這個人畢生的事業要向美國的兒童顯示 我們並非追求自己的名利和財富 而為了令到每個人都有成功的機會而奮鬥 在民主黨競選當中位居第二的佛蒙特州國會參議員桑德斯 在將希拉里克林頓跟他的演說 講成在11月大選當中更好的選擇的時候 不斷提到川普的名字 他說這個國家需要的是能夠將人民團結一起 而不是侮辱拉美裔、穆斯林、婦女、非洲美國人 以及退役軍人的領導策 桑德斯提到他的競選成功地促使民主黨 採納了他的部分建議 包括改革華爾街和競選籌款 以及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之類的貿易協議等等 桑德斯對提名程序結果表示失望 但他說希拉里克林頓必須成為美國下屆總統 川普在他的推特上批評桑德斯說 桑德斯完全將自己出賣給希拉里克林頓 又說桑德斯的競選是浪費時間 眾議院小數黨領袖佩洛西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臨時主席唐拿布拉澤爾 以及死於槍械暴力或系統警察衝突中喪生的子女母親 按計劃亦將會在大會上發表演說 第四 棺華爾街на 團蒙 東